10秒 5秒 4 3 我是邵康 欢迎你来到邵康上线了 那么今天我们很特别 请到了王建轩院长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建轩兄弟你好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大家最近关心就是 你宣布要参选总统了 为什么 这个话非常重要 我常常也答复 我如果做过部长 做过院长 搞个总统 看看也过瘾是吧 绝对不是那样 如果我是那样 我十年前就可以选 那干嘛搞到这个时候选 就是我看到现在海峡两岸的状况 我看到这很严肃很严肃 我爱台湾 我必须要告诉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 武统台湾的时间就几乎到了 很多的统计都是专家 不是我讲 都是说很快就会打 我看见一个最新的数字 在报纸上专家讲的 他说大概今年的年底 到明年初 或者到明年底 美国要大选 就是这个时间 大陆会武统 那这个大陆的武统 是有两个 第一个 从前他想武统 力有为代 就十年前二十年 他根本不行 对不对 但是现在他的力量 是够了的 第二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抱了美国的大腿 抱得太厉害了 现在抱得简直 不像样子了 所以大陆来说 没有办法了 所以打你一巴掌 那就武统了 你知道吧 那一武统 我们生活的环境 这些都变了 你知道吧 如果武统的当中 美国人真的来帮忙 大家认为他是假假的 他如果真的来帮忙 军队都进来 那就更惨了 那我们台湾就变成乌克兰第二 那几百万人会死伤 孤儿寡妇满街跑 你知道吧 那房子这些都摧毁掉 我们可能就要去住烂民营 或者住学校的大礼堂 借出在那里住 那种惨项都出来了 企业也垮掉了 工作也没有了 就一片惨景 我讲我爱台湾 等一下有机会 我告诉个 大家政治人物都说 我爱台湾 我告诉你 很多都不是那样 但是我讲的 等一下有机会 我再讲 我怎么爱台湾 这个 所以看到这个 我有点紧张 你知道吧 台湾 我没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 说老实话 要走了就走了 但是很多年轻的这些人 将来他们怎么办 这个是我关心的 所以我要跳出来 选主要是因为 看到台湾要完蛋 台湾要完蛋 关我什么事 不是 我有爱心 我爱这个地方 所以我要出来讲话 这是我参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 那接着请教 为什么你选 台湾就安全了 就不会武统 对啊 那你看 现在国民党 国民党是独立的 台独的 他在讲不同不独 九二共识 这么一直下去 不就跟独立是一样的吗 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有声音出来定位 说这样 国民党的不同不独 就是独 对了 那民进党没有话讲是独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柯P 他也是在这个中间话 没有一个人说 我们要跟中国大陆 和平统一 我们都是兄弟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不要打 我们要和平 一个都没有 只有王小弟跳出来说 我们要跟大陆和平统一 那这样的大陆 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不要这么快武统 台湾还是有声音 说应该跟我们和平统一 那如果我能当选的话 那就会更不得了 那就是完真正 是这样了 即使我没有当选 他们也会听到个声音 台湾人民也会听到个声音 对啊 怎么就是这样了 不统不独 就是独 那这个王老先生 讲的是对啊 这个应该要和平统一 往这个方向走啊 那我另外要讲一个 很多人不喜欢听 我这次竞选 我印个名片 我在名片的背面 印我一个人 这边下面写 外省珠 名片有没有带来 有带啊 我叫做 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你看这个 叫这一边 我们放大一下 来 外省珠 可以吗 好 我再念一下 我王建轩 一辈子奉献台湾 我王建轩 一辈子奉献台湾人民 热爱台湾人民 我是一只小蜡烛 要为台湾照亮黑暗 早点烧光又如何 我要选2024总统 因为台湾快要完蛋了 那你的相片下面写 外省珠 有人说你喜欢 叫外省珠 我当然不喜欢叫珠 但是现在我们台湾 就是民进党搞省级情节 然后省级情节 他搞得很热闹 他就去运用省级情节 得到很多的利益选票 就是这样的话 你看现在大多 大约上来讲 这个所谓的本省人 赞成独立的 赞成民进党的 比较多一点 不是说都是这样 就是他的省级也挑得很那个 有一次太阳花运动的时候 我在外面散步 看到那个墙上 这个上面写 大大的喷漆写的 写外省珠滚回去 有人问我 那你一定很难过吧 我说我真的不难过 我不是开玩笑讲 我不是难过 但是我觉得台湾 怎么会搞成这样 民进党真的很厉害 他可以跳着 外省珠 这个珠 这个珠 都是珠 我们都是珠 我不好意思讲 外省珠 还有本省珠 因为 谢长廷 到大陆去审清 有一度 很多的民进党人 大陆去审清 他到这个东山岛 再去审清 到了 谢氏中堂 祠堂 祠堂上面 供了很多 谢氏的主东牌位 他在那里拜 拜的时候 我不是我乱讲 我在报纸上看 他在拜的时候 流泪满面 心中热血沸腾 他说什么 没有他们 就是那些主东牌位 没有他们 就没有我 那就是说 你是他的后代 是他的生的 他们那个上面 通通是外省珠 那你是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要讲了 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台湾 大家不要去分 本省外省 我们都是 阳黄子孙 一家的兄弟的人 现在虽然两岸分离 有些分分潮潮 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来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抱到美国大腿 真是不像样子的抱 你晓得吧 现在很有意思 什么总统候选人 这些都要到美国去拜拜 哎呀干嘛 干嘛 我就不去美国拜拜 我选中华民国总统 我要到你美国来拜拜干什么 拜拜以后 你说我几句好话 我就当选机会比较大的 那个选总统的人 也有点格调嘛 对不对 我们是中国人嘛 不能是这样搞的 所以讲到这个 我就觉得 这个选举 我能选得上 很好 选不上 我就把这种的东西讲出来 那中国大陆也会觉得 我们台湾人民也会觉得 除了不同不独 独还有一个和平统一嘛 总有一个这个声音嘛 那大家会想 为什么要和平统一 想清楚以后 大家会觉得 我讲的是对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的意思 有多元的声音啦 让大陆觉得 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啦 对啊 所以要打你的话 想想说 好像也 也也台湾不是都是要读啦 那如果你当选 你怎么推动和平统一 推动什么 和平统一 如果你当选 太简单了 我告诉你啊 我如果当选了的话 当选呢 他在一月 这样到了五月就职 中间有两三个月 那两三个月 我就在开始布局了 要找到我们国内 可以有代表性的人物 不是只有欣赏我的人 或者我的 不是各行各样 大家组织一个小组 起来 说我们要跟中国大陆 谈判和平统一 我们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我们要什么 要如何如何 然后一就职上任以后 立刻跟中国大陆 就说我们组织来谈 谈一个月 变哩巴拉 变哩巴拉 就有中间 谈了二十点 中间有五点 可了 还有十五点 有意见不同 回来告诉我们的民众 谈的结果是这样 那大家再讨论 再去跟大陆 在第二波再谈 那这样几波下来 就没有问题 大概我估计六个月一年 大概和平统一的方向 都能够讲定了 那这个时候就要来 这个进行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不是很困难的 那就算是 因为有人讲 香港邓小平说 五十年不变 但是现在也变了 那你跟他签 相信他吗 他变了怎么办 对 他变 他没有要变什么 他只要求 一个名字 就是将来统一了以后 不是一中歌表 统一了以后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不见了 中华民国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不见了 你要另外设计一个旗子 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特别行政区 我讲这个的时候 很多人很不满意 那个像你们直播的 马上就有人反应 不行 其实大家冷静的想 中华民国不见了 旗子不见了 民进党本来就要想要有 台湾共和国的名字 要有旗子 他只是不方便 这样来讲 对不对 国民党的人 青天满地红的旗子的人 也不多 只有少数 如果刚刚你讲 王老先生 你说国旗不要 变调都可以 我告诉各位 我住在四邻外双溪 我住四楼 我在五楼 楼顶 插了一串的旗子 国旗 十六面 另外还有大的 所以有一位名人 叫李敖 他过世了 他曾经公开讲 他说将来中华民国不见了 最后有国旗的 就是王建宣 所以我并不是不在乎 这个旗子 但是今天在这样 那要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了 我再讲一个 那么有一些 死中的中华民国国旗的人 他就会骂我 就这样子 民进党这些 他说很好 这个旗子本来我就不要了 我要讲一个 我们的奥运 大家再想一想 我们的奥运 要把我们赶出去 说你不可以叫中华民国 不可以拿青年白日 满地红的国旗 最后呢 我们叫中华台北 我们的旗子呢 也不是满地红的国旗 那我们这样坐下来了以后 现在这么多年 我们奥运这些表现都不错 国际的运动 我们做得非常好 没有一点不舒服 对不对 但是当时如果坚持 说不行 怎么要改我的这个名号 还要旗子改 不干 不干 不干现在我们就参加国际运动 通通没有了 你知道吧 所以讲这个例子 就是大家要用舍身处地 想怎么对我们好 不是这样 好 那就是说这个 你现在要 因为你是用五党籍嘛 对五党籍 要连署了 对对对 连署28万多人 对 但是我想 可能要30万 或是40万比较安全 对 那你怎么连署 那不容易啊 当然不容易 但是 当选 要三四百万票 如果 当选 三四万票 你有办法 这边要28万 连署 你都没有办法 那你怎么可能去 赢得几百万票呢 当然如果说 大家都支持你的话 那个连署辛苦 但是不是问题 但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要改 昨天 有一位 这个国民党 这个 声文学院的总校长 叫张亚中 他有来参加 我的这个记者会啊 他就讲 他就劝我 他说你一定要跟政府 去抗议 因为他现在这个连署啊 他就故意让你连署不成 你搞错 写一个字歪了一点 也不行 然后他让你身份证 正反面的引本 大家觉得这个 怕 就资讯会外流 大家怕怕 你知道吧 所以你就不容易搞起来 那政府的目的 就是让你搞不起来 你知道吧 这个是不对的 他说你要去抗议等等 但是我告诉各位 我不打算去抗议 因为一个政府很烂的时候 你怎么抗议都没有用的 他根本不理你的 所以只有说 一直往下来做 那我的做法是什么东西呢 现在大家看我 大概当选的机会很小 没有关系 我们基督徒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凡事尽心尽力 结果交给上帝 所以你每天都散步啊 运动啊 注意健康啊 结果你才38岁就得癌症 再见了 结果是交给上帝 我们很努力的来做 所以这些全总统的 我会很努力的来做 我很在意能够上 像你的节目 收视率非常的高 干什么呢 我不是要有名 就是那也听到我们这样谈的 讲的以后 他说 这王先生讲的是对的 讲对的 我倒并不寄望 他说对的对的 将来就投我的票 如果可以这样当然好 没投也没有关系 他如果觉得 这个是对的对的 这个他的脑袋 就被一个新的观念洗过来 不然他就是不同不读 维持现状 一个就是毒 他根本没有讲到 和平统一的问题 和平统一 我们有很大的利益在做聊 我就讲一个 我们每一年的预算 大概有六七千亿 国防预算 还有加上武器的 特别预算 天文的数字 现在买美国的武器 这么一大堆的东西 如果我们和平统一的话 我这些武器都不要了 通通都不要了 所以我的国防 我根本不要这么大的 空军 不要这样了 那这样省下来 每一年剩下五六千亿 这五六千亿 现在劳保基金要破产了 本来就估计 今年要破产 现在补一补 大概再过三年 劳工一破产了以后 各位劳工朋友 你们晓得破产什么意思吗 譬如我王洁轩 我负债一千万 但是我有的财产 只有六百万 这个就叫破产 劳工基金也是这样 所以再过几年 劳工基金 你们退休 发不出钱了 你知道吧 现在就是补一点 补一点 我要来做的时候 没有问题 说你有什么本事 因为我不要跟海销量打仗了 我的国防预算 一审就是七八千亿 拿出来 我这拿一点补一补 大家都可以了 所以有人说 你有这样的证件 这样的出来 劳工朋友如果听懂了的话 他们都会投你票 劳工朋友这么多 如果都投我的票 我不当选 那才奇怪 另外 你这几年 好吧 我们一个个来 你说 你一生奉献台湾的外省租 奉献了什么 跟大家讲一讲 我就讲几个例子 第一个 我在做公务员 每一个位置 我一天当晚都是在 国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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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公不公平 不公平 绝对不干 你知道吧 所以有人称我是叫 公平正义的化身 我有写一本书 叫公平正义何处寻 就我对公平正义 非常的强调 这是一个 那国家人民 国家人民 就努力做 我努力到什么程度 我努力到连礼拜六 礼拜天都希望 做到办公室去办公 你知道吧 然后我做财政部长 当选国外的媒体 评选我是亚洲 最佳财政部长 亚洲很多国家 我们中华民国 小小的 我凭什么能赢得那些 是国外媒体 评的 然后在当时台北的 来来大饭店 这个隆重的颁奖 好多人参加颁奖 我是最佳财政部长 我如果当选总统 我可能变成亚洲最佳总统 你知道吧 那这个是真正的事 不是我乱讲的 这就表示我做每一件事 我都是国家人民 国家努力 努力 努力 这样来去做 所以我财政这些搞得都很好 当然得意的是我们2300万的老百姓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现在跟我太太 还有朋友 创办六个慈善基金会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大陆 一个在缅甸 三个在台湾 三个在台湾 中间有两个 是做老人的问题的 现在我们不是有一个动物 叫做什么 肺肺 肺肺被打死了 大家说 哎哟哎呀 可怜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台湾还有很多人 比那个肺肺 可怜的要死的要多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老人院 做老人院 我们叫天使局 老人院啊 老人不喜欢 进去等死 我们叫天使局 我们本着耶稣基督的大爱 来经营管理 让这些老人进来 从进来到往生 我们全管 那么这些老人进来 快乐像天使一样 有人捐了三亿八千万给我 我们在领口在做 现在快要好了 可以几个人呢 44个人进住 44个 都是无子独居老人 无子独居实质的 都是这样的 就是要死死不了 要活活不下去 台湾这种情况 不健康等死的人 很多 是有连速余年 8.5年 就是人死掉以后 有八连半 是很难过的 你知道 最难过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种人多活一天 生命的尊严就少一天 我们要注意这样 那我们很努力在做 做到44个 我如果当选总统 我告诉你 老子怎么干 我就把国有的土地释出来 我做过财政部长 我晓得国有土地很多 是财政部的国有财产局在管 这个释出来 然后政府边预算去盖 盖好一下子一盖起来 就是几万户 十几万户 我们才四十四户 那些老人一进来 都快乐四神仙了 这些人比打死的沸沸 还可怜 现在有很多家里面 太太照顾先生 或者儿子照顾爸爸妈妈 照顾到他自己受不了了 就把被照顾的爸爸妈妈 或者什么 杀掉 打死 然后自己自杀 这个叫照顾杀人 因为这种法官都判不下去 他不是真正的杀人 他已经照顾这个人 照顾了七八年 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要杀掉 然后自己杀掉 这样的人很多 所以我要当选总统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我就刚好那样改 老人都得到问题的解决了 我们台湾人民是有爱心的 一个沸沸死掉 大家就觉得 怎么这样 怎么怎么这样 但是呢 有多少万的老人 觉得这样死掉 我们都不管 而且这个老人 将来可能就是你自己 你知道吧 可能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有一个人出来 像我刚刚讲 我刚刚讲的 不是为了选举说 我会做这样 我就是这么办 很简单 很简单 在别的国家 有这么办的 你知道吧 在中国大陆就有 大陆就有 我去看过 在苏州 他一看我 一下子 你们有几十万户 一栋 二三十层 一栋 一下子又盖 五六个 五六栋 好漂亮的 你知道吧 我就进去盖 我们台湾当然更加 可以来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政府要照顾老百姨 不是没有的 我讲这样的话 这些老人要不 如果听懂的话 他要不要选我 选啊 这个家凹出来 我们就有救了 有的人说 这些老人的孩子 也会选你啊 因为你说的 他爸爸妈妈得救了 他就不要那么辛苦 照顾爸爸妈妈妈 那说老人会选我 年轻人会选我 劳工会选我 我不当选才怪的 好吧 你整个盘算 你当选的胜算 有多少你觉得 胜算这个很难讲 我老师来讲 一般看我当选 几率不大 我自己看我当选的 几率也不是很大 但是呢 我觉得 凡是尽心尽力嘛 结果交给上帝嘛 我就是没有当选 大家把我刚刚讲的 这些话都听懂了的话 那么就不会 那么去支持台独啊 那么大陆会觉得 台湾还是有人主张 和平统一啊 那么现在不要武统吧 等等 这样我们大家 就有日子可以过 我就达到目的了 但是我如果当选总统 我实际能做下去啊 那就大大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当选 这种 那你讲 说你这样看起来 有很多人看我 这么老了 有没有党支持啊 联署都有问题啊 又没有钱啊 没有 反正就是完蛋的样子 不是这样 我们做事都是一定要 凡事尽心尽力 各位好朋友 你们不一定选总统 或者做其他的事 你心中一定要记得 我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我一定尽心尽力 最后没有成功 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理念 来做的 就中国人讲的 尽其在我了 就是你讲的 凡事尽心尽力 结果交给上帝 对 你讲的对的 尽其在我 就是这个意思 那很多政治人物 有两种 一种是选举 太太很支持 一种是选举 太太很反对 那苏老师呢 我太太通通是反对的 还是反对 但是你要注意 但是当我决定要去选的时候 还是支持了 就支持了 还做我的竞选总干事 后来还做半次处的主任 呱呱呱呱呱呱 跑了跑了 挺那个的 所以讲这里 我也讲个题外的话 我还碰过很多其他的人 选举的时候 太太都不赞成哭啊 不赞成 后来先生决定了以后 太太啊 跳上跳下到处啊 怪怪不得了的 所以我们台湾的太太们啊 真是了不起 为了先生做的事 虽然痛苦他不愿意 但是他还愿意 哇去支持 相反的 如果太太想做一个事 先生说不行不行 最后就无忌而动 所以我曾经提过 我说我们男人 一定要想想 你的太太 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事 在他心中放的是很重要的 你要去圆太太一个梦 你才对得起你的太太 听说苏老师当时跟你成大同学 是吧 对成大同学 他是笑话 那很多人追了 对啊 那为什么嫁给你呢 那嫁给我 你看我最近写一个书啊 这个是苏老师 很漂亮啊 夜见天明 这个叫做夜静天明 那个这个叫走在花园里 这个跟选举没有关系 刚好这个时候出来 那个走在花园里 这两个东西 很有意思哦 这个苏老师 他是成功大学的时候啊 全校第一名 而且呢 那么厉害 而且哦 被选为笑话 非正式的选 苏老师开玩笑 说不是笑话 是笑话 可气了 长得真的很漂亮 这个漂亮 很漂亮 所以我去追 他爸爸是台大的教授 物理系教授 很有名的 你爸爸呢 我爸爸是军人当兵的 我爸爸没练过书 我妈妈没练过书 因为他家两个人都穷 交小学学费交不起 是这样苦难的人 所以我们家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 薪水交给妈妈 我们家才夜静天明 我们台湾 多少年前的时候 国民所得一百美金 现在三万美金 我们台湾也是夜静天明 你知道吧 是这样的 所以另外 像走在花园里 我现在做公益 是做很多 我刚刚讲 六个慈善基金会 我和我太太 捐款 捐了新台币 一亿 一亿 不是很大的数字 但对我们公务员 我又不是贪官 贪了五个有钱 一亿很大的钱 我们没有孩子 通通就都拿出来 你说这个不叫爱台湾吗 那叫什么叫做爱台湾呢 钱总是自己的吧 就拿出来做 做很多很多 这样的事情 那大家最后会问一个问题 你在讲的天花乱罪 想要选取 讲的自己都那么好 你讲的话可靠吗 读者文者是个很重要的媒体 他们做民意调查 我是台湾最受信赖的政治人物 第一名 第一名 表示我讲的话是可以信赖的 有公信力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大家你信不信 我没有办法 但是我告诉各位 我讲的话 真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我讲的话是可以信赖的 你知道吗 我还是要回到苏老师 你怎么敢追他 成大女生很少 我以前住成大旁边 都是男生嘛 理工多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追到呢 对 第一名笑话 家事又好 对 那我告诉你 我怎么会追到的呢 我是基督徒 那个时候就是吗 那个时候不是 他是基督徒 他爸爸的长老 全家都是基督徒 我这个要做旅行的 不是基督徒 这个在基督教上是很不合的 所以他们觉得很难过 这个男孩子还不错 不过呢 不是基督徒 所以简单说 我要不信啊 他们就不嫁 你知道吧 所以后来我就信了 所以有人说 你这个信啊 就是为了要去老婆 但是啊 很多次很也是 上帝的手在戴 所以后来 现在我到教会讲道啊 这些东西很多呀 我比牧师讲的还多 我知道 很多教会都请你 也请不到了 对啊 我一年平均最少讲一百场 最多的时候 一年讲两百多场 你知道吧 所以对神的这些东西啊 我也非常的 那个 所以做很多 那当时刚才讲 很有意思 你刚才讲的很对啊 当时大家都觉得 我追不上他呀 那两个差距太大 追不上他 后来我追上他 结婚了 我们成大的同学 就流行一句话 回来传到我耳朵 说什么 咦 奇怪 这个苏某某某 怎么被王建宣追去了 一副看不起我的样子 我自己看不看得起 我会遮到他 我也不觉得我有把握 你知道吗 我跟苏老师讲 我说当初你没有嫁给我 我绝对不会去跳楼的 为什么 我追得上你 包括追不上 也是我的选项之一 知道 所以不一定追得上就是了 对啊 那后来还是追上了 所以现在选总统是这样啊 对啊 是不是 这个我有一句话就有讲啊 哦原来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你很奇妙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好吧 再回到 你说你当选要把陈水扁抓回来关 死刑犯都枪毙 一个月之内 不少人支持 这句话很多人都认同你啊 这个大家就会去讲陈水扁 因为他有名 大家提 这个是我小小的例子 我觉得 他怎么可以保外就医呢 他身体好得很 到处趴趴早 就好几年了保外就医 显然不合嘛 但是他是总统啊 特权啊 所以大家觉得 其他的人 有一个女的 我看到报纸等等 他生病 坐在牢里面 要保外就医 说不行 结果死在牢里面 那就 很多人这样 很多人这样 所以就不对嘛 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这是不公不义的事嘛 台湾一定要有公平正义 如果我做了总统 我就去查 说不合格 赶快抓回去 关 关多久都没有关系 严格讲 关一天也可以 总归你是总统 进去 关一天 关一天以后 我可能会把他特赦 因为 陈水敏 做立法委员啊 做总统 做市长啊 他也有一些贡献 对不对啊 所以别的国家 像韩国 很多总统都特赦嘛 我如果总统 我就让他特赦 但是你 非给我 回去 坐几天牢 才可以 这就桥归桥 路归楼 这个就叫公平正义 好吧 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你身体很好 都没吃药 真的都不吃药 那么棒 什么 都没吃药 没吃药 身体很好 这个他有一个 等等不断 对 我是说我现在 每一天没有吃一颗药 但是我从前当然吃过药 现在也不简单啊 就是现在 我现在已经是好几年了 我没有吃一颗药 我现在只有吃一颗 大家也去叫药 但是我叫他不要 叫从前叫 babyrsp0 babyrsp0 现在另外一个药出来 就是这个 就是你没有毛病 也吃一个 尤其老人家 让血管啊 脏痛 脏痛 不会堵散 有个帮助 我就吃了一粒 其他我没有吃一粒 是说现在啊 不是这一辈子 当然一辈子 总是有会吃药 不过这几年不吃药 也不简单啊 对 也不容易啊 好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王建轩院长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为时间到了 没什么跟我讲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欢迎你订阅 绍康镇情室 按分享 按开启小铃铛 也祝王院长 能够 连署成功 高票当选 当算 祝福你 我这个签个